现在每个人都关注着总统选举结果 关山镇虾米乐团在意的却是这些重病的老人 10号上午虾米乐团特地前往圣十字架疗养院进行议演 让这些生病无法外出的著名原先不发抑郁 后来都随着音乐节奏拍手 有些甚至跟着合唱 虾米乐团之中的键盘手周玉成 甚至向父亲预知过年的压岁钱 邀哥哥周龙成一起捐款帮助疗养院 可以把我的红包钱捐给疗养院的阿公阿嬷 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另外的团员也跟着捐出零用钱 当我老的时候如果也来到疗养院的话 当然会想要自己过好一点 所以如果捐一笔钱让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我也很开心这样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我的这些钱捐出来的话 可能可以让疗养院里的阿公阿嬷 可以过得更开心 疗养院院长高德兰表示 平常在这里的著名 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和外界互动 他非常感谢虾米乐团热心帮助他们 也非常感谢一些长期资助的社会人士 我们愿意发挥我们疗养院的功能 去照顾那需要照顾可怜的人 希望你们多多支持 支持我们疗养院来继续永续的经营 为这个我们后山的献民 设时自驾许多费用 长期仰赖捐款 观山在地子弟 虾米乐团近万元的善款 再再温暖了每一位著名的心 同时也让他们提前欢度了新年 东台新闻 吕玉清 观山镇的采访报道